默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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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默默 默默 默默默 李光耀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投身到历史的洪流 历经战争的苦难和蹂躪 拉扯着一个新生的国家 他在历史的逆流中推进 超越重重障碍 向前跃进数十年 最终他化险为夷 并且创建了今日的新加坡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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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年少的李光耀而言 经历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 是影响他政治理念最深的事件 人民遭受战争残酷的蹂躏 让李光耀认识到 一定要掌握权力 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李光耀的名字 意思是光宗耀祖 李光耀生于1923年9月16日 父亲 父亲李静坤和母亲蔡任娘 都受英文教育 祖父为他娶了个阳名 哈里 延续家中的传统 李光耀接受英文教育 在莱佛氏学院考取优异重计后 他在1940年代后期 到剑桥大学修读法律 在英国留学期间 所受到的英属殖民地子民的待遇 燃起他对政治的兴趣 也加剧了他的反殖民意识 李光耀后来说 我把英国人当英国人看待 他们却把你当成英属殖民地人民对待 这让我感到厌恶 我认为他们没有理由统治我 他们并不比我忧郁 所以我决定 我回去后 我要终止这一切 我们在世上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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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单 什么基地 Moon 这都在他显拔 这ализ感到 Stri 在厌重合 在日本 人 U 1950年回返新加坡后 李光耀随即投身政治 他以法律顾问和谈判代表的身份 替邮政工友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环境 很快的他受委为更多工会的代表 而这些工会当中 有一些是由亲共分子控制的 李光耀同这些亲共分子和反殖民地主义者 在1954年成立了人民行动党 这是为了推翻英国统治而结成的权宜联盟 为了赢得政权 李光耀必须获得民众的支持 因此他需要接触占新加坡人口大多数的 受华文教育群众 这过程很有趣 他回来后抱着很大的政治决心 学习各种语言 以便同人们沟通 他需要他们的支持才能有所成就 尤其是他学习华语的决心 他之前不懂得这个语言 李光耀在1950年曾经上了八个月的华语课 五年后他32岁那年他再次学习华语 很快的他已经有能力以华语公开演讲 在1950年代 在1950年代中发生的暴动 让政府和华社中的同情共产党的人关系紧张 人民行动党中的几名亲共分子也被捕 李光耀带领行动党要求政府把他们释放 同时在1959年的立法议院选举中 以反贪腐为竞选主题 行动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李光耀达成目标 新加坡成为自治帮 而他成为首任总理 虽然掌权 但政治理念和他大不相同的人却不支持他 要继续领导新加坡 他必须同反殖民地主义的盟友 也就是亲共分子分道扬镳 李光耀当时说 他们不是坏人 也不是机会主义者 他们是强有力的对手 有很大的决心 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 李光耀和同僚知道 同亲共分子对抗是一场硬仗 他曾经亲眼见证亲共分子 如左派领袖林清祥 如何策动群众罢工和骚乱 使政府陷于瘫痪 在这场战役中 李光耀的领导能力至关重要 他的领导能力非常重要 我不能想象他的团队 如何闯过1961到65年的政治动荡期 我不能想象如果少了他 他们要如何生存下去 我们有这么多在线 我们有这么远 我们有这么远 为保护这个国家 我说 rally around and keep these evil forces 你们看 他们这么疯狂的 他们要用这个光明的光明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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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马来西亚的建议 凸显了两派人士之间的矛盾 非共产分子支持合并 而亲共分子则反对 尽管有足够的经济理由支持合并计划 李光耀也清楚在政治上合并的必要 对他而言 为了阻止新加坡和马来亚逐渐被共产分子吞噬 合并是必要的 他相信长堤两岸的人民 一旦建立了共同身份 就能超越种族和宗教的不同 一起和平相处 李光耀到巴赫小岛进行访问时 受到马来族传统式的热烈欢迎 李光耀通过全国广播宣传 也几乎走遍新加坡各个角落 努力不懈地争取人民支持合并 同政治对手一轮公开激战后 李光耀获得大部分新加坡人投票支持 通马来亚合并 政府大厦再度成为这个国家的心脏地带 群众聚集在大草场 等候李光耀总理立临 在1963年9月16日 正巧是李光耀40岁生日当天 新加坡正式加入马来西亚联邦 然而同马来西亚政治领袖合作并不容易 双方出现严重分歧 李光耀要争取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让马来人和非马来人享有平等地位 反对由马来人主导的政策 除了两边领导人性格上的差异 对建立共同市场 以及人民行动党是否该参与马来西亚大选 双方也意见分歧 因为对马来西亚的政治人物来说 这违反了行动党不参与马来半岛政治的默契 不过宪法权力终于使争端一发不可收拾 1965年5月 李光耀在马来西亚国会 以英语和马来语解释 他为什么反对族群政治 我认为它是经常认识的 他会参与马来说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他在吉隆坡国会上 以马来话发言 引起一阵骚动 他的马来话说得比许多马来人好 我当时非常担心 我的担心确实不是多余的 后座艺员们都听得入神 他们听得懂每一个字 这成了一个转类点 他们把他当作是危险人物 有一天他可能成为马来亚的首相 这个演讲改变了历史 你在国会发言时必须谨慎 不能犯错 他无法完成演讲 他因此要求议长 让他隔天继续 因为国会要休息 议长说 我明早给你45分钟 但是第二天早上 议长却不让他发言 他站起来说 你昨天答应我的 但是议长说不行 所以我们知道他之前的马来语演讲 对政府领袖非常不利 我注意到他演讲时 东姑阿都拉曼 敦拉萨 陈修信 就坐在我们前面 他们有张桌子 他们越坐越陷下去 都看不到他们的头 因为这个人 马来语说得比他们好 让他们尴尬 我开心 这是男人能那样 最好耐心的 但他们 他们说他们不在心 关于马来语 我说我们 我们要提高他们的生活 我们会增加他们的平均 我们会增加他们的快速 然后在最后5,10,15,20年 一新年转发生了 那会不会再接触到 这些VHF他们用 他们会在通过的 multilingual network 他们会想像我们 活动像我们 练习像我们 准备活动像我们 像马来西亚 然后我们会赢 和历史上是在我们的旁边 但事与愿违 早在一年前 由一些马来激进分子挑起的 种族暴乱 已经造成很深的分歧 在1965年8月9日 新加坡同马来西亚分家 每次我们回到这一刻 当我们策定了这个合议 我们准备了新加坡从马来西亚 这会是一刻的惊喜 我说是一刻的惊喜 因为我整个生命 你会看到整个生命 来 1965年8月9日 新加坡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 成为独立国 小岛国的200万人民 面对未知的命运和前途 他一个人承受着 这个沉重的负担 我记得 在8月9号早上 他邀请我到他那儿去 我前一天晚上听说 合作架构僵垮了 他当时承受很大的压力 他说新加坡被赶走了 我不太记得当时 他用的是什么字眼 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 成为独立国家了 没有腹地 更别说是国内市场 新加坡唯一的选择 就是在领导人带领下 寻找生路 我会有几千亿人的生命 承认为 而新加坡 将会生命 工作虽然艰巨 但李光耀并不畏缩 他坚定地 朝建设国家的目标迈进 我们会设定 这个国家 连着我们的全国 我们没有做到 从什么 从沙坡 这里我们制作 一个模式 的社会 这不是 一个国家 一样的社会 它连着我们的社会 它连着我们的社会 这是我们的沙坡 的沙坡 今天这是我们的 现代城市 十年之后 这将会变成 一个沙坡 永远害怕 但是 要办到并不容易 李光耀和他的同僚 很快地又面对 另一个危机 1968年 英国突然宣布 要从新加坡撤军 李光耀不止担忧国家 没有军队保护 同时 还得担心几万名 原本在英军基地工作的 新加坡人也将加入 失业大军的行列 已故记者兼作家 普德华 1956年起 就在新加坡定居 他回忆李光耀 在得知英军将撤走后的反应 他非常生气 他说 那好 我告诉你 我们将收回他们的土地 这些土地不再属于他们 我也不会担保英国人 在新加坡的安全 吴庆瑞告诉他 光耀 现在你说话开始 像一个流氓了 而李光耀只是温和地微笑 由于李光耀同英国领袖的关系良好 英国政府同意把撤军期限 推迟到1971年底 这减轻了撤军对新加坡经济的打击 毕竟有七万人靠英军为生 而且英军基地对新加坡经济 做出两成贡献 如果当时有人说 新加坡将取得今天如此繁华出色的成就 没有人会相信它 实际上 在很大的程度上 新加坡是因为李光耀才有今天的成就 在李光耀的带领下 他的团队团结国家 要让新加坡摆脱困境 取得成绩 英军留下的海军基地 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 用来吸引外国企业家前来投资设厂 由于当时周边国家并不友善 李光耀采取双管齐下的方法发展经济 首先 越过区域向发达国家争取投资和开拓市场 第二个做法是让新加坡 蜕变成为第三世界区域里的第一世界乐土 有了发达国家的服务水平和基础建设 李光耀有信心 要在本区域发展的商家 会把新加坡作为他们的据点 他是否曾经想象新加坡有一天 会成为全球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 也会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商业中心 也许吧 和睦的工业关系带给外国投资者的信心 李光耀认为是成功的因素 他强调他的责任是为人民带来工作机会 而职工运动的责任是协助工友就业 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需要工业关系和谐 一定程度的平衡 而不是剥削 全国职工总会是在1961年 人民行动党分裂时成立的 在行动党创党党员蒂凡纳领导下 职总带领新加坡的工运 从同资方政府对立走向合作 实际上 新加坡是全球第一个 劳资政协商整体薪金水平的国家 这样的合作关系 不只带来和谐的工业关系 更重要的是 让新加坡在1970和80年代 取得快速的经济发展 在政府里面的工业关系 那行为优优独立和展展 在更多话 良大的信息 不论是互联合 那么互联合 不论是互联合与地战 但保持着更多好家里 及学房子 及比资区的地区 而是更健康的地区 的场合環境 新加坡从泥滩 蜕变为环球都市 改变的不只是硬体建设 短短数十年里 新加坡人整体的心态也转变了 在外人眼里 新加坡人是有能力把事情办好的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 李光耀扮演了重要角色 从一开始 他就定下了迈向卓越的步伐 他曾经告诉高级公务员 我要确保每颗按钮都能操作 如果我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有人就有麻烦了 因为我不能接受马马虎虎的行为 当他把一些问题丢给你 你得要马上找出答案 以最快的速度答复他 你不能延误 如果明天能做完 不要偷到后天 最好是今天完成 早期每次他来选区走访 我们都觉得他很凶 很严厉 即使他到洗手间 发现地上肮脏 他都会不高兴 不过还好有李夫人在 他不会出面干预 他会悄悄地在背后 拍我们的肩膀说 别放在心上 别放在心上 他就是这样 清洗干净就是了 但是治理一个刚独立的国家 就没这么简单了 除了要做好边防工作 李光耀和他的团队 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要解决 让人们有房子住 位于广东民路 50层楼高的达士岭 是新加坡超过半个世纪 公共住房历史的标志 这里原本是新加坡 最早的公共住宅项目之一 但是上个世纪 50年代的住房情况 同现在却有天渊之别 新加坡在1959年 自治时的生活情况 正是如此 当时的住房情况 出现了危机 为了解决房屋严重短缺的问题 人民行动党政府 在1960年成立建屋发展局 它的目标 是每年建一万个组屋单位 原本负责建房子的 新加坡改良信托局 对于建屋局 能不能够达到 这雄心勃勃的目标 极度存疑 毕竟改良信托局 在30年里 只建了2万个单位 建屋局的前身 改良信托局里的外国人 怀疑我们有能力办到 政府也有同样的想法 因此成立了 由林希茂教授 率领的委员会 研究我们是否 有能力和资源 按计划建一万个单位 林希茂的委员会 在完成报告时 建屋局已经把 一万个单位建好了 报告中所提的疑点 让我引述当中一个 这组人热忱有余 但技术不足 建屋局的工作任重道远 执政不久的行动党 需要尽快交出成绩单 才能够争取到人民的信任 行动党在1963年的 选举中蝉联 建屋局的表现至关重要 建设房子 不只是提供 连移的住房给人民 它的社会目的 也同样迫切 因为各族人民住在一起 将能够加强社会凝聚力 建屋局的 从最初 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个家 每个家人都必须要抑制 那家必须是居住的 但他们必须要付付 20-25 年 甚至30 年 那家 我们在这一年 成为最值得的资源 因为李光耀的高瞻原主 八成以上的新加坡人 现在住在他们所拥有的 政府津贴的祖屋 新加坡人对国家的归属感 不再只是单纯的效忠 因为他们的家也在这里 这让他们更加愿意保卫这个国家 国民服役使保家卫国有了不同的意义 独立后 新加坡就只剩下两个营的步兵团 新加坡必须尽快建立自己的国防力量 因此 从1967年开始 所有合格的男性新加坡公民 都会被征召入伍 为期大约两年 我们绝不能忘记 要维护国家的主权 绝不能依靠别人的宽容 最能够保障我们独立的 是一支强有力的新加坡武装部队 而一支强有力的武装部队 是要靠坚定的政治决心来付诸实行的 而国民服役也促进种族和谐 在新加坡这个多元种族的国家 英语是各族间的共同语言 李光耀一早就看到 英语作为新加坡人的共同语言 能够让新加坡在国际上占竞争优势 但是他也相信 懂得自己的母语 能够认识自己的根 提高自信和自尊 他因此大力推行双语政策 不过他在2009年回顾时坦言 双语政策是他推行的政策中最艰难的 而且他毫不讳言 他执行政策时错误地以为 一个人能够同时掌握好两种语言 曾经我认识了所有的困难 和党在1965年 我认识了今天 我会做得更改变 是的 在它的制裁 而不是在它的政策 我并不忍耐 它的重力 和重力 我发挥 因为另一种方式 会有成为 我们的双语政策 在我们的双语政策上 在我们的双语政策上 一种双语政策上 双语政策上 如果它没有成功 在同中国经贸往来方面 我们将不比其他国家占优势 他一早就看到了双语带来的优势 所以他坚持地推行 李光耀同他的团队 小心翼翼地处理种族和宗教课题 因为他们清楚知道 这些都是一触即发的课题 经历过行动党成立初期的问题 同共产和极端势力的斗争 还有种族暴乱 李光耀从不低估种族之间的关系 可能引发的问题 因此在拆除建在国有土地上的 破旧的小型回教堂时 他都谨慎处理 李光耀的解决方法 是利用马来回教社群的志愿捐款 在每个族区兴建大型现代化的回教堂 来取代这些小型回教堂 他只是民事服务部门 向所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马来人和回教徒 发出通知信 呼吁他们通过公积金户头 自愿捐款给回教堂建设基金 这是一个好主意 每个人立刻捐出五角钱 这座位于大巴窑的回教堂 就是全岛第一批兴建的回教堂之一 今天回教堂不只是祈祷的场所 也为回教徒提供一系列社会和教育服务 李光耀也特别确保新加坡各个社群 能够分享国家繁荣昌盛的成果 他认为教育是提升马来社群的一大关键途径 对我而言 最重要的是教育 他真的想在那方面做出贡献 事实上有一天 当我们共进午餐 他要求我们为人附魔者 要好好照顾我们的孩子 和他们在一起 确保他们读好书 然后你就会有很好的起点 甚至大跃进 然后他们就会越来越进步 内阁部长尚穆根说 在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 政治人物大可以迎合多数社群的情绪 以谋取政治权利 但是新加坡的成功 就是因为拥有像李光耀这样的领袖 一直拒绝推行种族主义政治 我想印度社群中大部分理智的人 尤其是那些年纪比我大 经历过早期斗争的人 都接受了这个事实 我们有自己的生活空间 我们在新加坡享有的自由和机会 远远超过我们在任何一个 印族人口只占6%的社会 包括在印度 资政在这一方面做得最好的是 他和他的团队所实施的政策 使我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是少数民族 从小到大 我都认为自己是新加坡人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 独立后 他不断重申的一点是 我们对待新加坡的少数种族 不能像我们是马来西亚少数种族时 所得到的待遇 一定要确保马来族 印族同胞有他们的空间 能够以他们的生活方式 有完全同等的机会 不受到歧视 同时帮助他们提升 改善和前进 新加坡因为城市干净 政治清廉而文明于世 在亚洲 它是最连结的国家 也被世界银行选为全球首选的经商地点之一 但是 这里也曾经贪污猖獗 当新加坡还是英国殖民地时 贪污腐败成风 1959年选举时 当时是反对党的人民行动党 高举反贪腐的旗帜竞选 行动党铲除贪污的口号 得到选民的共赢 行动党接过政权时 李光耀和他的团队 以一身白衣白裤出现 象征着他们将保持绝对清廉 多年来 对贪腐持零容忍的态度 让新加坡政府被公认为连结有效的 这样的成就不容小觑 毕竟还有许多国家无法做到公正守法 法治 公共治安 今天被当作理所当然 其实是行动党成功的基石 而对新加坡景观的转变 李光耀也采取干净利落的做法 从一开始 他就坚持城市发展的工程 不能随性地展开 他建过一些城市 因为缺乏规划而被破坏 因此坚决不让新加坡犯上同样的错误 大多城市或国家会说 好吧 我们先专注经济发展 即使破坏环境也没办法 可以之后再来挽救 他不赞同这样的立场 他要奠定基础 当新加坡成为第一世界经济体 也拥有第一世界水平的环境 这样一来 当我们解决了环境问题 进而提升环境素质后 良好的环境成为新加坡的经济优势 他对于绿化新加坡的热忱 让我印象深刻 他相信在岛上种植树木 新加坡才不会沦为一座钢古水泥森林 不单是外观上好看 也会影响新加坡人的灵魂 让人柔和一些 平静一些 李光耀以务实的方式进行绿化新加坡的工作 自1963年6月16日 种下一棵黄牛树的树苗后 他开始每年种一棵树的传统 而这种习惯 后来变成了每年的植树节 这个全国植树运动 让新加坡赢得花园城市的美誉 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独立后 我千方百计要找出引人注目的办法 以向世人显示 新加坡跟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不一样 最后 我选定了一个 使新加坡成为清洁又葱脆的城市的计划 在我推行过的所有计划之中 绿化计划的成本效益最高 经过这些年 全岛共种了两百多万棵树 而李光耀花园城市的愿景 也蜕变成为花园中的城市概念 2012年6月开幕的滨海湾花园 就体现了这个蜕变 这是我们改造新加坡生活环境的例子 这里虽然是个人口稠密的城市 可能是全球最稠密的城市之一 但是我们决心让人们舒适 愉快 优雅的生活 不只是良好的住房 有效的公共交通系统 或安全的街道 但是也有机会接触大自然 避水绿地就在他们的周围 对建筑物 对地标 李光耀从不感情用事 在改变新加坡的景观上 他务实 但又充满雄心 即使他需要同大自然对抗 李光耀最重要的决策之一 在1977年启动 就是要清理新加坡河 新加坡河曾经是经济的命脉 以及商业活动的中心 它是转口贸易的集中点 让货物从港口运到市区 但是 曾几何时 沿岸的工业 把垃圾和污水都丢入河里 使河道污染 阻塞 恶臭难闻 我住在牛车水福南街时 很少见到有人在河里游泳 那条河 臭气熏天 河水像有毒 毒全黑的 没有人会涉水而过 我记得我上沿泳城中学时 我经常经过桥南路 经过新加坡河时 我不禁要屏住呼吸 李光耀提出了一个 人人认为雄心勃勃的计划 清理新加坡河 李先生仔细地研究了计划 他的设想是新加坡变得干净 绿化 在市中心有和尚休闲活动 他有信心 这是可行的计划 只要做好策划和落实计划 这个浩大的工程 耗时十年 赋予了新加坡河新生命 今天新加坡河波光淋漓 河的两岸充满生机 除了办公楼 还有时髦的餐馆和酒吧 在我们清理新加坡河后 政府邀请曾担任 新加坡经济顾问的 温斯敏博士 重访新加坡 他听说我们成功清理新加坡河 而且鱼儿也回到河里 他到河口要钓鱼 他真的钓到一条大鱼 他感到意外 而我很开心 他钓到了鱼 我们并没有放任何鱼 进河里让它钓 新加坡河如今是滨海蓄水池的一部分 他的蜕变 提醒人们李光耀 如何用尽一生经历 让不被看好的新加坡 从落后小岛 发展成为繁荣和现代化都市 而滔滔河水 就像李光耀 如何倾注一生的经历 把不可能的梦想 变成现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